今天是我們在京都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要準備去大阪 在去大阪之前呢 我們猶豫了一下要去京閣市 還是要去福建稻河 結果我們決定要去福建稻河神聖 要去那個稻河神聖呢 就是大至八九線 所以其實很多人住在京都的話呢 他們會安排耐涼 跟稻河神聖一日遊這樣子 我們這次也沒有要去耐涼 因為我聽說那邊的小路都很餓 這個稻河神社啊 它主要的是適封稻河神 其實就是苦悟豐收之神 祈求豐收的神 那所以呢在日本有三萬多座 你有沒有看到從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就有一隻狐狸 然後到了這個神社正門口呢 左右兩邊也有一隻狐狸 兩隻 那其實很多人會以為在稻河神社呢 主要是在祭祀狐狸 但是其實狐狸呢 它算是神明的死者 那通常日本的神社呢 是有一對伯犬 那個小狗的樣子 那稻河神社呢 是由狐狸取代伯犬 那你仔細一看喔 那個狐狸 它嘴巴裡面會有含著 糧倉和鑰匙 象徵的財富跟豐收的稻碎 然後我們常吃的壽司 我們常吃的豆皮壽司 跟稻河神社也有源源 因為豆皮嘛 然後聽說狐狸呢 喜歡吃油炸的東西 所以他們呢 就把豆皮拿去炸一炸 然後做成壽司 然後供奉給狐狸吃這樣子 很好吃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千本鳥區啊 它不是真的有一千座 它這邊有幾萬座 那簽呢 意思就是數量很多的意思 然後本年就是 數量的意思 所以特別是叫簽本年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它這上面都有寫寫 有些名字 這些就像說 在台灣還有有些人 他們會去捐贈尿門那些 一炸一炸 樹石啊那些 或者是樓梯啊 他們就會寫那些名字 一樣會 他們有來這邊祈願的好友 他們來還願之後呢 他們就會捐贈一個鳥區 那捐贈到現在呢 就變成這樣千本鳥區 超多人 所以 眼前就是一千 欸 我們剛才還在想說 人跟鳥區哪個比較多 還會是人 鳥區有甚至是鳥區很多耶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裡之後呢 可以直接往回走 會繼續往上面走 往回走就是它的本店那邊 就是可以拿車回去 想要繼續健行的話 就可以繼續往這邊走 就可以走到河山的往下 這裡又有一個什麼人呢 對 這裡要總共有拍了 一點爬山 非常有趣 高山 不如我們再來拍照來 原來是爬山啊 來健行 然後在這邊散步 就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的鳥 然後在深山裡面 在樹上裡面 然後可以聽到鳥叫聲 還有水的聲 真的 特別的一個地方 這裡還有吃東西的地方 對 每走一陣子 就會有一些賣小吃啊 攤販的地方 對 然後它這裡就有賣那個鳥區 最小的是三千八 它有分尺寸 然後也有大的 它這裡也都有放耶 然後再走到山頂 還要40分鐘的時間 對 如果來到日本啊 想要安排走山的行程的話 帥 來這裡就對了 又美耶 又有寺廟 然後又有歷史 又有東西買 又漂亮 又有東西吃 又有大自然 而且還不是小健行啊 要走40分鐘以上 對啊 那這樣的話從山下 走到山頂就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很不錯啊 這裡很值得來耶 各個年齡層都適合 而且不用買掉 因為它這裡很多東西 想讓你附近 然後啊 很多人來這邊 也是會租和服穿喔 對啊 也蠻適合的 只是穿和服 就不太適合走這個 走這個很累啊 我覺得還在看 有人在分享說 來拍這個鳥區 怎麼樣會沒有人的功率 就是走到最上面 對 其實就是走到最上面就是 越來越少人了 嗯 現在這邊就沒什麼人 大家都擠在下面拍照 所以感覺來到這裡啊 可以先走到三點 如果體力好的話 先衝到三點拍 然後再慢慢拍下來 這樣就會比較沒有人 對不對 可是一進來就會被那個 你看這個 好酷喔好美喔 好酷喔 究竟山頂有什麼呢 對 讓我們去看看 呵呵 你不覺得我們就是抱著好奇 對 才走上海嗎 到河山 我本來出門前 真的覺得說 我們是來拍拍照就要走人 對 現在已經超過了十六點 沒有啦 快了 現在地圖 我們才到山的一半而已耶 對 而且我們已經走到他要流汗了 才到山的一半 我剛才在看那地圖的時候 我就在往山頂看說 我們現在在哪裡 結果找不到我們在哪裡 旁邊的人就說 我們只好在那邊而已 中間 這裡差不多大家有一點累的時候 就是商業的人 就有在吃冰 跟吃東西 對 對 適合到補給的時間 欸你後面好漂亮喔 真的耶 等一下 要吃冰嗎 現在 好 好 很多人到這個地方 就是以為說 繼續往山上走是走那邊 那其實這邊有個標示說 要往山頂走是走這邊 什麼地方 對 這裡 真的 好 那麼 那麼 这里山顶 233 到我山頂就有山頂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沒有很多樹蔭給遮住了 好我們現在在山頂上 走上來就大概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山頂呢就是這樣子 很棒的一個地方 你今天早上特別準備了水跟餅 把餅乾放在我包包裡面是不是知道 要來爬山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地方 可以來 對 但是看來就是壓縮到我們下午的行程 我覺得很適合來可以拍半天的時間 如果要拍照的話 可以非常早來 或者是先走到山頂 拍千本鳥居沒有人的秘密呢就是 走快點先爬到山上 沿路都是滿滿的鳥居 不用擔心沒有地方拍 我們今天都是來吃 就是寺廟旁邊的店 我們點的那個蘇法跟豆皮壽司 和白點的那個天布拉賽 那其實最近呢在寺廟旁邊都會有攤飯 但是因為來到這邊我就想要吃豆皮壽司 對 所以我們就選這間店進來 我們點這個天婦羅啊 不到一千塊 它就有兩隻蝦子耶 感覺超划算的 然後還有這間野菜 好我們現在要到JR那大阪站 它是一條藍線 其實難怪很多人他們安排旅行會這樣是 京都啊大阪啊這樣跑 因為交通就真的是很方便 搭JR就可以了 然後來到京都這邊啊 我覺得如果說也要買伴手禮的話呢 其實到京都車站 就有非常多伴手禮可以買的 超多讓你買不完 那京都給你選前三名 你會選哪三個 藍線 花劍小 嗯還有一個 刀河 今天這個 對今天這個 我覺得這幾個很酷 可是我覺得琵琶補應該很漂亮 對啊大撈跟海一樣 對地方很漂亮 當然我們去的這些地方都很漂亮 我覺得京都就整個是 都讓你很喜歡的地方 嗯 那吃的呢 我覺得在路上吃的一些小吃啊 就都蠻好吃的 我也喜歡路邊的小吃 勝過於餐廳 就是我們第一天的晚上吃的手禮燒 我是覺得也很好吃 就是分量比較少 那其實我們來京都這三天啊 因為我們第一天很早就到了 所以我們有整整的三天可以玩 三天再加個半天 還沒有玩完 嗯 非常好玩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如果還可以的話 還可以去奈良啊 金閣市什麼都還沒有去呢 還可以再來 所以在京都玩五天也不會覺得很久 然後也有很多東西掛 然後我覺得住的話呢 我蠻推薦我們這次住在車站附近的 因為我們要用這個車站 然後去移動去很多地方 對 但其實住在景點那一區的話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晚上都跑到那邊去吃飯 那邊很多吃的 那邊很多吃的 相較於景點那邊的話 車站這邊的話 就比較多的是餐廳 那餐廳的話 如果說預算有限的話呢 可以選擇吃餐廳的地下街 對啊 地下街也蠻多吃的 好 好 我們現在到大阪呢 然後我們先來 我們要住的地方check-in 然後我們這次住的是 Prince Smart Inn 然後這間就在捷運站的旁邊而已 從大阪站到這裡才一站而已 他的價位也大概一個晚上兩個人 兩三圈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在我們的房間 我們是兩個三人床的房間 比較大一點 然後他現在的備品啊 都是放在樓下一樓那邊可以自己取用的 然後房間是沒有 那我們住在14樓的房間 所以外面有 大樓 然後他這間是有附早餐 從7點到10點 然後是免費的在樓下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多穿點衣服 然後要出門了 走 然後這間我覺得在市區 算是蠻大間的一間飯店 而且他地點很方便 就在他主要的線道上面 所以呢要去車站也方便 要去景點也方便 對 要去刀頓卷那邊也是很方便 然後來到大阪啊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來這個道頓卷 然後他有一個知名的拍照點 然後還有他DATA就是有很多的吃的像是居酒屋啊跟逛的這樣子 那來這邊啊要是大阪燒啊章魚燒啊都是在這邊 然後來到這邊呢就是逛街的話大家都會去新災橋這邊 然後在道頓卷這邊就會比較多吃的 那當然逛的也是有很多 對 那他其實就是都是在附近 他就是有這種的商業界 你看他這裡的招牌全部都是這個大大人 很怕別人不知道在賣什麼 然後我們來吃這一家的掌魚燒 他就是在那個道頓卷的那個橋的旁邊 對不起我在這裡腦波實在太弱了 你買一種包子 螃蟹 那間螃蟹店的包子耶 酷 有沒有酷 有 而且不用排 一顆五百塊 裡面有螃蟹 好了 好 我去旁邊吃 他這個剛做好了他這個都會動 你看 柴魚喔 我只是去走走而已怎麼就買了東西 我有五百塊 我們走下來橋下這邊吃章魚燒 然後你看 好酷喔 他還有一個摩天輪耶 那摩天輪是真的能動的啊 有啊 還在動耶 背面的章魚也很大 它裡面的章魚也很大 好好吃喔 我這包子很有趣啊 裡面的包螃蟹 在大阪的章魚燒都是軟軟的 然後在台灣的都是陰陰的 看他在這個橋上面呢 有多少人擺著他的姿勢嗎 這個拍照 好誇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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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喔 你看那個新災橋下面 超多人耶 有多誇張嗎 然後要拍這個 那我們又回到道頓局這邊吃這個大門燒 然後我們選這間因為這間只需要點一份 他不用點兩個人點兩份這樣 對 然後又可以桌在裡面 對 這樣就可以吃多一點東西囉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去吃別的 他這間呢除了有在賣大阪燒之外 還有賣章魚燒 還有賣炒麵 還有賣串帳 那我們先來一個 我好味咖啡 然後加一個蛋 總共是800塊 下面是700塊 加蛋100塊 我覺得蠻好吃的 而且加蛋 比較好吃 所以幹嘛就是吃這個醬 比較蛋 比較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逛完街了 再來是這間傳商店 然後這間傳商是有很多間分店的 對 然後我們以前也都有來過 他就是以品價出名的 然後這間叫做鳥桂 他這邊任何品項呢 就是350塊錢 然後非常適合 就是如果說你跟一群朋友來 或者是跟你另外一半來 或是跟你的家人來 都還蠻適合在宵夜的時候 來這邊吃個串燒 然後喝個小酒這樣子 對 因為他還是開到比較晚 每次來到大阪的時候 就一定會來這邊 你看我們點這個 這裡的招牌 雞肉串很大隻 很值得點 然後他這樣子 350塊就有兩隻 很划算 好划算 然後酒呢 也是這麼大一倍 350塊左右 幾乎所有來大阪的人 都知道這一間 對 燒烤也很好吃 然後酒也很好喝 而且酒也不想喝 我們今天點這樣子 才400塊 400塊米 三種串燒 還可以點杯酒 早安 我們現在在準備搭機場的Bus 因為我們今天的飛機 是8點55回台灣的 因為比較早的關係 所以我們搭捷運到每一天站 然後再轉機場Bus 然後要去機場的方式有機種 有一種是搭地鐵到每一天站 然後再搭機場快線到機場 那機場快線 我查的話 最早的一班呢 是6點20分的車 那6點20分的車的話 到機場是7點10分 那如果說想要更早一點到機場的話 所以我們選擇搭機場的接駁巴士 我們就可以更早一點到機場這樣 他這裡就有機器可以賣票 然後一個人是1600円 那這機場巴士呢 是每20分鐘就有一班 所以5點11有一班 6點20有一班 6點20有一班 都可以選擇自己想要搭哪一班 好 那我們這次打板進度的旅行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日本私田事業真的是玩不夠呢 那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囉 掰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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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